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 go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ONSO 近日有位觀眾朋友 買了我2.21 Rich List裡面 第一名最想要的香水 Ud for Greatness 這樣呢 很搞笑地 他又買了一支 Ud for Greatness的一個模仿者 Ud for Glory 然後呢 他就 sample了兩支給我 但就沒有告訴我哪支打哪支 他兩個都寫ofg 就是Ud for Glory 一個Ud for Greatness 但我就不知道哪個打哪個 記住了一個是正方形 還有一個是箭咀的 Ud for Glory 這個我忘記了那牌子怎麼讀 它就是一個Middle Ears的牌子 Initio就是來自法國的一個 很大熱的生涼品牌 Ud for Greatness 就是一個很Hype 近這幾年很出名很紅的一支 Uni-Sex香水 所以我一直都想試 但我現在試呢 就兩支都不知道哪支打哪支 那我今天就挑戰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的口角有沒有真的那麼厲害 可以分到哪支是貴一點的香水 Ud for Greatness現在大約 我想最便宜都要2500 而Ud for Glory 應該不用500元 或者約500元 即5倍價錢 很期待 我決定了之後就去問他 然後他就會給他答案 老實說我因為這個挑戰 所以我特意上網去搜尋一下 其他對比的影片 但大部份人都說 根本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我真的沒有看過 一支香水是可以 除了抄的香味之外 它是可以抄的瓶 也不止還要抄的名字 可想而知 它的味道真的好像 才夠膽抄到這麼足 畢竟被人聽 擺明就是抄你 即是你看Club De Nui 和Aventus 它都不會抄的瓶 OK 按來吧 Let's go 隨便吧 箭咀就噴左手 我們噴一個箭咀的OFG 不知道這支OFG Stands for Glory 還是Greatness OK 這支的Projection有少少淡 好害怕的 如果猜錯好像有點醜 但Anyway Keep it real 猜錯猜錯了 沒什麼的 正方形這支我放在右手 老實說 就這樣聞 就是Projection 和開頭 我覺得 這支 糟了我忘了說什麼 那我現在這支是正方形 這支應該是正方形 右手 是不是 待會再再看看 這支是不是有點脾氣 這支 我頭一開始噴的時候 就有少少酒精味 的 Projection有點淡 比較淡 還是我剛剛噴得多一點 這個 不是 第一印象 一開始 我就會覺得這個是 真的OFG 但都很遲 真的 噴多一點 墊咀在左邊 我挑戰一下 如果大家有相片可以拿到這些相片 玩一下應該挺好玩 其實真的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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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utmac的味道令我想起 Carlio的 Performes de Marley的Carlio 第一印象 來講 我不知道哪支是OFG 但兩支都沒有令我 嘩 好印象 我反而可能會覺得 Carlio好聞過他們 這支的Projection是淡一點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剛剛加上都噴了很多下 我現在聞到OFG 就是OFG 最明顯 對我來說 還有少許Ladery 兩支其實都是有的 那我就檢查一下 他們兩個有什麼香調 看看會不會 當我拿一些提示 看看會不會猜到 OFG 除了OFG 除了OFG 也有Nutmac 有Saffron Leather Pachouli Musk 我看看OFG OFG 嘩 不是喔 不是路喔 它裡面的Notes是一樣的 OFG Pachouli Musk Saffron Nutmac 很難玩喔 Explorer 和Aventus 的Nutmac 都不一樣 但這個是 有的味道 難怪也是 老實說 現在這個 我近乎要投降 其實你問我 香味來說 我覺得 這裡的Nutmac 是重一點 整體是 香一點 那麼多 但我覺得 如果你噴這兩支 在身上的話 你叫我 不是近聞 在旁邊聞 Sentral 應該是一塊樣 超遲的 這個香味 好像幫自己戴頭盔一樣 我最後出這個 最後的絕招 不關香味的事 就是看一下 它兩邊的比較油 通常如果香水的 concentration高一點 即是用的 精油高一點的話 你噴完在手上 過一段時間 都會有一點點 亮亮的感覺 在上面 那我就這樣看 這個有一點出cheat的技巧 這裡也是有一點油的 不知道怎麼拍 這裡也是有一點油的 噴在這個位置 OK 那這個呢 這個明顯地是油很多的 右手明顯地是油很多 所以 我現在就 跌了心水了 不要拖這麼長的片 我決定是它的 右手正方形是 Uth of Greenness 左手 箭咀是 Uth of Glory OK OK 那我現在就WhatsApp去 哇 我現在很緊張 對呀 YES 我不知道哪一邊給你看 OK OK 他說 Damn your nose is so good OK Good job 但其實我真的適合 雖然我也覺得是它的 OK 好啦 是 Square 他跟我說 前調也有一點有積可塵 他說Dry Down是更加像的 那我現在就 可能先拍著另外一條片 之後再回來這裡 講完Dry Down 究竟有幾遲 但First Impression 我真的 Uth of Greenness 是我的 2021 Richness第一 他也是香的 但有沒有去到那麼 正呢? 老實說我喜歡Carlio 我覺得他除了Uth 之後對我來說 最Stand up的一個 Note就是 Nutmack 但Nutmack的香水 我覺得Carlio 好聞過他 Carlio我忘了 我First Impression 再加那條片給幾分 但如果Carlio 我現在最少 我可能會給9分 如果Uth for Greenness 我應該會給8.5分 OK 那當然那個瓶 兩個都很棒 我都選不到 所以現在我都會 可能會再想一下 會不會真的繼續去入手 因為這一枝Uth for Greenness 真的是一枝很貴的香水 除非有good deal 我才會沖過去 那...OK 看看Dry Down會怎樣 剛剛拍完Delina的一個First Impression 那回來吧 現在大概過了半小時左右 一般來說我就會覺得甜了一點 Uth for Glory都沒有什麼分別的 兩枝其實都是非常相似的 我覺得總結一下 令我分別到的位置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有比較的感覺 是Natural一點 我覺得不出為什麼 還有他的Projection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這枝的Projection明顯強 對我來說 那第三點 我一出cheat 明顯就... 就是我看到他在我手上的油 是多過這一枝的油光 這枝令我更加確認 是右手邊的那枝 就是正方形那個 那我都知道 可能大家... 會不會覺得... 呃... Whatsapp 好像... 有點假的 Anyway 不知道大家看得過不過癮 應該很想看我猜錯 OK 我也覺得自己會猜錯 因為真的很像 絕對像過FANTASY 跟Gabdi Nui 像過FANTASY 跟Explorer 都會令我覺得 Eat for the Greatness 沒有那麼值得買 因為有個那麼像的Clone 那當然如果你想... Fake it 你還是喜歡一隻味 但是你... 又不想花那麼多錢 那開Eat for Glory 我自己如果要買 都會買Eat for the Greatness 可以問這條片 給多些參考價值你 如果你想買Eat for the Greatness 或者... 幫到你怎麼分辨一些... 貴的香水 以及一些... 成本低一點的香水 挺好玩的 這條片 那這條片就來了 對啦 注意我一個comment like share 什麼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我們下個影片就見啦 拜拜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 go